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她时常发牢骚并且酗酒 从而控诉对现实的不满 妹妹小美是一个射箭运动员 却时常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汉江边的游客们突然躁动 他们在桥下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生物 人们怀着好奇心走向了怪物 怪物突然对人群发起了进攻 并且在整个汉江沿岸进行杀戮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怪物死去 混乱中 女儿也被怪物抓走 家人悲痛不已 灾难发生后 政府将汉江封锁隔离 因为和怪物有过接触 水哥变成了政府的研究对象 被重点看管 而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 原来女儿并没有死 只是被怪物扔到了下水道里 水哥马上请求政府支援 但警察和医生都认为 水哥受刺激疯了 没办法 只能靠自己 于是 一家人逃出看管 进入怪物的领地 想要营救女儿 在汉江边 与怪物进行了异常的激烈搏斗 不幸的是 水哥的父亲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因此丧命 痛苦的水哥再次被政府活捉 另一边 小帅通过渠道得知了具体的位置 却没想被朋友出卖 还好小帅机警逃了出来 小美收到消息后 也连忙去寻找 不料在下水道里遇到了怪物 拉弓拔剑 但还是被怪物甩了出去 还好掉入一处缝隙中躲过一劫 与此同时 水哥得知女儿的位置后 劫持了一名人质跑了出来 他跑到汉江边 却没有发现女儿的踪迹 与此同时 政府决定使用黄色药剂消灭怪物 但是药剂对人体有害 人们纷纷示威抗议 怪物也因此被吸引了过来 人们被药剂侵害 一个个逐步倒下 怪物也被熏晕了过去 水哥趁机扒开怪物的大嘴 从里面拖出了女儿 并且救出了同样被侵害的小男孩 然而 黄色药剂对怪物并没有什么作用 怪物再次站了起来 小帅和小美配合用自制的火瓶和剑机 击伤了怪物 找了火的怪物向汉江跑去 水哥拿起铁棍插入怪物的口中 阻止他跳入水中 怪物终于死了 可女儿再也没有醒过来 所幸的是 那个小男孩却活了下来 影片的最后 水哥收养了小男孩 但依旧生活在汉江边上 一切仿佛回归了平静 其实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我们受到怎样的质疑 家人永远不会放弃你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汉江怪物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